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白杨 在浩瀚而又漫长的人生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人生 不同的人生经历会把我们带去不同的方向 我们用尽全力去追逐爱情 而爱情也会把我们带去更美 更好的地方 今天我们的嘉宾们会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 要和我们来分享呢 话不多说 让我们请走进今天的节目 你是是目前没有住房 但申请了公租房应该很快就有了 就是反正您要说这 就是也不嫌弃我这平房的话 就是住我平房也行 多少平来着 我那公房等于12米8 12米8 是吧 那边放一个那边双双床 你看像我目前有这组合柜 这有四组的组合柜 你的衣服会不会特别 这都没问题 衣服会不会特别多 就没变儿放 是 对吧 但您也不介意说先生跟您一起去住现在宴郊的房子 是吧 这的房子都无所谓 对 房子现在无所谓 对 无所谓 看着是 就是顺眼 等着这有这个演员 等着这是第一位的 这点你们俩都有观点非常地移植 对 对 行 健康情况 女士健康不错 您呢 我是每年我是做这个全套的大生化抽血这个 嗯 有问题吗 反正目前其实是这个正常 好 这个比它小好多岁差八岁呢 反正要我的观点我不找太小的 女士的退休金将近七千吧 您呢 我是目前我才两千多吧 我还有这时候一年半 我就半这个正常税休了 这我估计要比现在拿的这要 我不是八一年就参工作了吗 我工龄也得就四十二年了吧 嗯 我估计要比现在等着要多点 哎 无所谓 嗯 嗯 应该四千没问题吧 王老师 对 应该是 是吧 是吧 嗯 这四千左右到时候啊 嗯 两个人在生活上我觉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好 其他有一些别的问题要互相问一下吗 我就说您的离婚是为什么离婚 我们离婚是就是因为生活当中这些琐事吧 先生离得特别早 我没记错的话 是不是 等九七年 当然我闺女啊 她刚七岁 她刚上小学一年级 等着这就离了 就离了以后吧 这你看我还得就上班 你看那会儿我在 就是手指缸等着上班 我在生育山那边呢 我还得就上班 我还得就是照顾 关心这我闺女 孩子那会儿也太小 这刚这一岁 就像我这前妻呀 她在外边也是 这反正我听我们街坊说的 哎 她在外边 但是呢你也没有就实施这个根据 当时我也琢磨了 我说孩子你假如跟了她的话 你说我这当亲生父亲呢 我也就是也不放心哈 我说那这么着吧 孩子还是就跟我 就是比较踏实 单身了这得有二十二多年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了是吧 我是那们九七年离的 九七年离的以后呢 就是像我闺女 就是前家工作以后呢 那孩子已经大理独立了哈 感觉一个人吧 有点这个孤独的哈 我就琢磨了 我说是不是应该就是找一老伴啊 那孩子也给他骗 这就成人了哈 才考虑自己的事 就该考虑自己的事了 行 我说是一个人的事了 感谢观看